李治唐高中真的不行嗎 就今天的史料 要嘛是婚童 要嘛是餘肺 就沒有一個好說詞喔 學長 你怎麼看高中的評價呢 其實我們唐高中李治 用大陸的說法就是 這個人的存在感不高 他能夠即位 可以說是一個意外 比起他惡性鮮明的兩個哥哥 李治在皇子時代 真的是 當即位的時候 年號就是永輝 永輝總共有6年 身處永輝之職 經過幾年的修養升級 實力終於強大了 顯慶二年657年 唐高中南北兩路 派兵對西途絕發動一次 可以說滅國性的攻擊 徹底擊潰了西途絕 各位唐朝 從中國的唐朝成為世界的唐朝 就是在這一戰之後 宣告確立 我們知道從宋代之後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你生不修 去搞老爸的女人 你家不齊 別人殺你的兒子 你無力保護 你還跟我講什麼 治國平天下 所以就常常這樣說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es Piss of Kroo 歡迎收看今天的 互來座談節目 我是主持人歷史哥林秀 我們今天呢 要繼續來跟大家談談歷史 我們今天歷史講堂 要談我們的大任私人系列 最近我們在聊 被低估的皇帝 在中國歷史上 有一個這樣的皇帝 他的老婆是中國史上 唯一的女皇帝 那他的爸爸呢 可以被稱為啊 中國史上啊 兄姿勃勃 非常的英明神武啊 的一個皇帝 而他的孫子呢 也比他有名氣 可是呢 他卻是啊 在位啊 時間非常的長 同時呢 他也是讓國家呢 達到了一個 鼎盛巔峰的 巨大版圖的國家 但是呢 常常卻成為配角的出現 他是誰呢 他就是唐高中李治啊 李治的故事其實非常的傳奇啊 從他一開始如何的上位 到他呢 如何把國家代理上盯峰 然後創造呢 比他父親呢 更加輝煌的帝國 然而啊 卻常常輪為配角 很多人甚至啊 對他呢 評價不高 甚至在正史當中呢 評價是非常難看的 那為何會如此呢 我們今天就來講講這一個 也可以算是 另類的奇葩皇帝 他本人並不奇葩 但是他的評價很奇葩 好 那我們講到歷史啊 我們來歡迎誰了 我們歡迎王立本老師 學長好 主持人好 還有全世界的觀眾大家好 是學長我們今天來序聊唐高中 唐高中李治呢 可以說太奇葩了 他的老婆當過皇帝 他的爸爸是很有名的皇帝 他的孫子也是很有名皇帝 唐玄宗 又叫唐明皇 因為登楊貴妃的故事啊 還有把唐朝 帶上了一個非常高的巔峰 甚至呢 可能他的女兒 太平公主啊 可能都比他還來得有名氣啊 但是究竟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我們現在來聊聊 唐高中李治的故事 他在位很多年啊 在位34年 算以唐朝皇帝來說算非常長 比他爸爸還長很多啊 對 可是為什麼會這麼樣的被低估呢 跟他有什麼關係 還有據說 他不是一開始就有機會當上皇帝的啊 對 好 今天談到唐高中李治 其實很有意思的一個皇帝啊 一開始就如學弟說的 因為他的老爸光芒太過耀眼 他的老婆知名度威震世界啊 他又有一個創建盛世 然後又獻殺了所有大叔們的愛情的 的孫子唐玄宗對不對 所以讓大家都忽略了唐高中 用大陸說法就是這個人的存在感不高 但是我們首先從兩點來看 第一個他在位時間相當長34年 各位他在唐朝的所有的皇帝裡面 就在位時間來看他可以排進第三名 他僅次於唐德宗跟唐玄宗 以戴子之亂之前盛唐來說 他的在位時間是最長的 這是第一點啊 第二點我們一般都知道 贈官之治對不對 但其實贈官之治是為 大唐盛世打下了一個基礎 但真正把唐朝帶入到一個高峰 成為一個世界性文明中心 是在唐高中期間達到的 這樣的一個程度 所以他可以說是在歷史上標準的 被我們大家忽略 或者說被低估的這樣一個人 在一般的電視劇啦 或者是電影裡面 他都被描述成是一個很懦弱很無能 然後耳根子非常軟 沒有什麼組件的這樣的一個皇帝 其實這個描述我們不說完全錯了 但是並不準確 因為我們知道唐高中在他即位之後 實際上是有相當一段時間 是很有作為的一個皇帝 我們先講了 唐高中他能夠即位 其實我們可以說是一個意外 沒有錯他是嫡出 他的母親就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 長孫皇后 長孫皇后的哥哥也很有名啊 我們上次講水綠的時候 不是講到高窘制定水綠嗎 對不對 但是水綠因為在水潮沒有搞多久 水潮就滅亡了 對不對 後來有人把水綠重新再做了整理 再加以增補變成唐綠 這個人就是當過宰相 長孫皇后的哥哥 歷史上大名鼎鼎的長孫武記 也是唐太宗的古宮之城 我們可以這樣講 林元閣24宮城之首 對沒錯 我們講太宗的時候有提過他 對沒錯 從年輕的時候 李世民南征北桃 就帶長孫武記在身邊 可以說是李世民很重要的一個幕僚 也是他大舅子嘛 所以對他非常的信任 在歷史上我們知道雖然說唐朝是受到 所謂的胡風的影響 但是在唐朝的政治走向穩定之後 本來唐太宗是很希望 能夠讓整個黃統的傳承能夠穩定下來 所以他很快就立了 他跟長孫皇后所生的長子 就歷史上的李承錢為太子 我記得是在兒童時期 不到10歲就立他為太子 那唐太宗對李承錢也寄予很深的期望 然後也用心的加以教導 希望他以後能夠繼承黃偉 但是我們知道李承錢 據說小時候聰明林立 證實私自封建上有記載 說李承錢小時候讀書過目不忘 不到10歲就能騎馬能射箭 就讓人覺得 似乎這個國家未來是有希望的 有沒有想到這個李承錢 我們用今天的話來說 就是越長越歪 出了越來越多問題 歷史上只說李承錢 他幼年時患有腿疾 所以導致他走路是一搏一搏的 然後不良語氣這是第一個問題 這一點就讓許多人在背後議論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是很重視儀表的 如果無法儀表堂堂 是難登大雅之堂 所以這個跛腳的里程前 我認為可能在小時候 他走路會跛的這件事情 就變成很大的一個問題 這個我補充一個 就是大家還記得唐朝的任官 四個身言書判 擺在第一個是什麼 是身體要長得相貌堂堂 至於你說怎麼講話 你的書法如何 甚至你的判決如何 偷偷就在後面 長得不像官 抱歉先奧車 對面試先失敗就不用講了 所以里程前這件事情 就造成他心裡面 頗大的一個陰影 因為他慢慢長大之後 當然我們也不排斥 證實有些是成王敗寇 後面我們知道他沒有好的下場 所以在證實上記載裝信戀 他有一個很寵愛的卵童 雖然他的名字叫蹭星 也常常有一些很脫軌的新聞 據說里程前除了淫亂的好酒 脾氣暴躁 然後養卵童之外 他很養不胡蜂 比如說他最喜歡玩一種遊戲 這知識空間有記載的 他喜歡 假裝胡人的上禮 就他假裝他死掉了 能在中間 所有的人在野外圍著他哭 哭的時候還要拿刀割自己的臉 讓自己的臉流血 然後血淚膠痕 哭得越大聲他越開心 他覺得這樣子很酷 很好玩 所以這個小孩到了後來 性情也好 還有他的一些行為 都已經不再適合擔任太子 其實唐太宗到了冬晚年的時候 他一方面 憂心李承錢變成這樣 二方面他很喜歡他的二兒子 就李承錢的親弟弟 也是長孫皇后所出 會往李泰 李泰跟李承錢剛好相反 根據正史記載 李泰長得相貌堂堂 而且雅浩文學 散書法 公於行草 集書萬卷 喜歡讀書 而且聰明絕倫 在新唐書稱他叫做寵冠豬王 唐太宗後來還有跟別的嫔妃 生過孩子 但是李泰是唐太宗 中晚年之後 最欣賞最喜歡的一個孩子 所以當時大家都認為說 如果李承錢繼續有這種 很歪斜的行為下去的話 可能李泰就要即位了 李泰也很希望能夠取代他哥哥 所以到了太宗晚年所碰到的 第一個困境什麼 就是兩公子會發現 水朝碰到這個問題 李泰民當年也是這個問題 對不對 他的孩子們也是這個問題 隋唐時期的太子 好像命都比較苦一點 雙方可以說是 各自在朝中都有擁護著 贈官17年 太子李承錢因為失寵 而且跟曆布上書侯君吉 先稍微講一下 侯君吉也是太宗朝 贈官期間的名將 侯君吉攻滅了西域的大國樓蘭 讓唐朝勢力重回西域 很重要的一位大將 已成前勾結侯君吉 另外還有很多朝中其他的人 包括侯君吉 李安言 趙捷 渡河等人 準備勾結另外一個藩網 齊王李右 發動政變 殺掉他的父親楊太宗 因為他很害怕被他父親給廢掉 據說很多人都勸戒他 你應該表現得更低調 然後更天卑 不要讓你爸爸這麼傷心 可是這個小孩沒有想到 是使用這樣的一個方法 但這個事情後來暴露出來了 然後在贈官17年的時候 李承錢的皇廚太子之位 就被唐太宗所廢 這件事情讓李世民非常痛苦 各位在證實上多次記載 李世民當著朝堂之上痛哭流涕 我想李世民 雖然證實沒有講他會什麼哭 他恐怕多少會覺得這是報應 對不對 當年跟他兄弟的骨肉相殘 現在又弄到他的小孩之間 也是弄成這個樣子 好 那李承錢被廢了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就要說 那到底是要由誰來接待子的位置 廚君很重要嘛 因為這時候唐太宗也快要50歲 各位在古代快50歲就要準備了 很難說他的身體什麼時候 會有什麼情況 我先講 當然我們從知識通見這些記載看 他死的症狀可能像是服用丹藥過渡 常常很多皇帝疑似都是使用丹藥過渡 就水因中毒而死 可見唐太宗這時候恐怕已經覺得 他身體不好 對 因為吃拱太多 會有神經性毒性 所以對他的繩子都會影響 對 會影響很大 那到底由誰來集中處的位置 一開始當然大家都認為可能是未亡李太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李太表現好 而且他又是敵出嘛 不過這時候有一個人就發揮關鍵性的作用 這個人就是我們前面講的長孫無忌 首先第一個我們知道到了爭官晚年 早期跟唐太宗一起打天下的老臣們 或者說創建爭官知識的老臣們 很多都已經凋零了 像李靖 魏征等等這些 都已經凋零了 那這時候在官僚群體當中 稱得上是老臣的 但是還是兩個 一個就是我們講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不用講 他也等於是皇祖 他是長孫皇后的哥哥嘛 第二個就是祖穗良 另外一位 也當過宰相者 各位祖穗良 除了是很傑出的一位政治家之外 祖穗良也是一位傑出的書法家 各位他的書法跟 顏真卿有公權並稱 紫穗良的字 我在西安的碑林有看過 寫的真的是非常好 今天有傳世有下來的 那尤其是長孫無忌非常重要 長孫無忌就是說 延然就是兩個身份 首先第一個他是官僚群體當中 資歷最深的對不對 第二個他是這個時候引燃 所謂的官宗本位 隆熙氏族集團當中的一個領袖 這要稍微講一下 長孫無忌的家族 長孫無忌的父親叫長孫勝 在隨帶的時候 就是很重要的官員 很得到隨文帝的重要 各位有沒有發現 橫跨水塘對不對 不管改朝換代 他們家永遠都很重要 長孫勝曾經參與過 兩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隨文帝跟 突厥的交涉問題 我們前面講到隨文帝使用離間政策 讓突厥成功分裂 這個往來之間的死者 傳達隨文帝的意思的人 就是長孫勝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到了隨文帝後期的時候 有許多重大的國家建設 都有長孫勝的參與 長孫勝在水潮就當到過宰相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家族有多麼重要 那長孫家那時候也是厲害啊 洋家快步行弟 家要起來 又把一個女兒嫁給李家 對不對 而且還嫁對了 這麼多兄弟了 嫁到底市民就壓寶正確了 所以他們家到了唐代之後 依然是非常繁盛的一個家族 長孫皇后也是歷史上 很有名的一位皇后 賢后 對 他的家話非常多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很容易就可以找到 之前我們聊太宗的時候 有講過一個 他跟魏珍還有唐太宗的故事 對 沒錯 就太宗幾次要殺魏珍 都是他勸下來的 詳細請看唐太宗來講 對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背景問題 你看就知道了 然後那孫無忌立主 三個敵子當中年紀最小 各位這個就是晉王李治 就是後來的唐高中 他被立為太子只有17歲 17歲高二的一個孩子 比起他惡性鮮明的兩個哥哥 李治在皇子時代 真的是四個字 叫做平凡無奇 他唯一被朝野撐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非常的孝順 通常很聽爸爸媽媽話的一個孩子 用今天的話來說 據說他的母親 長孫皇后病重的時候 他每天親自在床前 喂食湯藥給他媽媽 最後他媽媽宣告不治的時候 李治是他在床前嚎啕大哭 哭到昏厥這個樣子 他另外兩個哥哥就沒有什麼反應 媽媽死了就沒有什麼反應 只有這個老三非常的難過 趴著他媽媽床前嚎啕痛苦 那個在場其他的後宮 還有文武百官看的都 非常難過 說這個小孩真是笑色 結果這一個不爭不搶的小孩 反而在他的大舅 長孫無忌的利寶之下 他告訴唐太宗 國家這時候剛剛安定下來 其實這時候唐朝也出了一些事情 比如說法高勾力失敗 然後太宗晚年的時候 也當中為了太子的問題 也開始發生了一些摩擦 長孫無忌認為說 如果國家未來要有一個守城之君 那毫無疑問的就是李治最適合 李世民猶豫再三 最後真的就立李治為太子 這就在一片沒有被看好的情況之下 竟然升官17年脫穎而出 在升官18年的時候 被正式立為太子 升官23年他的父親唐太宗去世 他就即位 他即位的時候各位 21歲多大學三年級 一個大三的孩子 就曾記得他父親所創建的 龐大的帝國 這個歷史上的唐高宗時代 就從這裡開始 我做幾個補充 首先這個世系表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知道 嫡出三子 有沒有完全在復刻他老爸 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呢 因為太宗是二子 那長子李承錢其實跟李泰 兩個人只差一歲 所以從小他們就很有真勝負的那一種 意味在 那也有人就是說 其實太宗也把一部分的情感投射在李泰身上 但他又怕他的孩子犯了他自己的過錯 其實從太宗對於這三個孩子的教養 你可以看出來他應該當年對於他的兄弟 他是不太願意下手 但是你死我活了 沒有什麼好說的 所以後來李泰就倒楣一點 因為李承錢太宗朝就已經走了 李泰比較倒楣是怎樣 被太宗給禁錮 就派下去了 強迫他離京 發到他的封地 等於說是用這種軟禁的形式 甚至他奔上都對他有所限制 那這個部分另外一個細節 就是說李治到底為什麼最後被太宗所統信 除了長春無忌的利寶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點大家有沒有發現李治在做王的時候 他封什麼封禁王 禁是哪裡呢 禁就是李家高主 當時李家的發祥地 當時這個唐高主李渊 他們當時封在太原 以太原起兵而得天下 所以封禁王這本身很有意思 還有一個高中的妹妹 也是長春皇跟李世民的小女兒 叫禁陽公主 在禁陽發家 禁陽就太遠 封禁王跟禁陽公主 這兩個小兒子跟小女兒 是親養在宮中的 就是始終沒有出宮 或者是交給下人去撫養 完全是由長春皇后跟李世民親自撫養 而且這大概也是中國歷史上 極少數 由皇帝親自撫養長大的公主跟王子 這是非常少見的 那這一點其實也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李世民在 李治小時候確實對他疼愛有加 那這種疼愛跟對老大老二這種 屬於大兒子的疼愛不太一樣 而且你看李治跟他大哥差了九歲 跟他二哥差了八歲 所以大家知道中國古代很好玩 這種宮城政治 看小地方你會找大大的地方 李世民封李治為禁王 封他的小女兒為禁陽公主 又親養在宮中 所以其實情感很特殊 所以由此一說 為什麼要廢了李承前 然後要禁錮李太 也是怕兄弟相殘 因為他知道 李治絕對不會對二哥們下手 但是如果是太子李承前上來之後 那可能就不一樣 尤其他生然胡佛 胡人有個特色 胡人有時候不是敵子繼承制 是諸子軍奔制 如果要併吞兄弟的部狀要怎麼辦 殺 就是殺 在匈奴時代 其實我們就可以常看到 其實先卑人雖然這個狀況 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多少有些疑風 從吳十六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像是十六國裡面有菸繫的 他們經常慕隆家是殺的狗血淋漓 非常的淒慘 很可怕 這個是一個大背景的補充 所以李治能夠得位 就除了剛才學長講的那些 哥哥們的真位之外 另外也可以看出來 其實李治還是真的 也是蠻得太宗的心的 或者是說掌孫皇后在李治民心中 確實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女人 沒有辦法取代的 他跟掌孫皇后的感情是非常好的 我們看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掌孫皇后在的時候 李治民的性情是相對而言平穩的多 李治民不會生氣 不會暴怒 基本上也不會做一些 比較冒險性的決定 掌孫皇后之後 李治民就開始出現一些問題 有兩個人很重要 一個掌孫皇后 一個就是我們前面講魏珍 這兩個人在的時候 李治民的狀況 比他們兩個人早的時候 是有一些差別的 因為稍微再講一下李泰 剛剛學弟講到 因為李泰排行老二 他跟他的父親一樣 所以多少他父親早年 對他重新是有點移情作用 這一點沒錯 我可以告訴各位 他父親喜歡他到什麼程度 其他皇子都沒有 包括他哥哥都沒有 他父親把當時長安城 東西兩個街坊 就是各位現在畫面上看到 長安城的地圖 裡面兩個小方塊 賜給了李泰 作為他的宅底跟花園使用 所以當時的魏王府 在長安城裡面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講到這邊我們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李成錢到了後來 會有那麼樣一個不安的情況表現 因為他的弟弟的表現 真的是四個字 叫做咄咄逼人 大友跟他老爸當年的秦王李世民 一樣的狀況非常的接近 這也可以說是帝王政治 一個解不開的死結 不管是不是同一個媽媽生的 那不管小時候到底彼此之間 感情好不好 可是到了後來都會有 這樣的問題出現 我們可以講很遺憾的 另外講到唐高中 李治他最有名的就是永輝之士 永輝是他第一個年號 事實上他的年號非常的多 他爸爸不一樣 他爸爸年號就爭官非常固定 他換了很多年號 不過因為年號多 所以基本上會以他第一個年號 就永輝之士來形容 他在位期間唐朝非常繁盛的一個狀況 像關於永輝之志 有什麼樣突出的表現 好我們講永輝之志 其實唐太宗在下崩之後 基本上他就選了一個班底 來輔佐還年輕的李治唐高中 他主要選到了輔佐的大臣 以兩個人為最重要 一個就剛前面一再說長孫無忌 另外一位就是祖穗良 另外還有一位也很重要 雖然他不是在脫孤大臣之列 但是他的地位還是很重要 可以說是文武雙全的一位大臣 就是李姬 所以長孫無忌 祖穗良 李姬 這三個人基本上就構成了 脫孤大臣裡面三個的核心人物 所以唐高中剛即位的時候 年號就是永輝 永輝總共有六年 這歷史上被稱為永輝之志 永輝之志在內政上 基本上就是延續了爭官之志 可以說也是有許多很好的一些作為 比如說發展經濟 提倡文教 另外澄清立志 任用賢然等等 比如說如果他用了這三個人之外 在這六年基本上在內政上面是消歸潮水 延續爭官的作風 因為在經濟上這六年之內 我們今天看到像陸佑的通點 就有記載在這六年之內 唐朝的人口就從爭官22年 唐太宗去世前一年所做的人口普查 全國360萬戶 到了永輝六年就差不多將近400萬戶 增加算是相當快的 另外在永輝三年 他的大舅就是長孫無忌 正式完成唐綠書藝 唐綠書藝可以說 完成了一個治國基本的發展 等等這一些表現 這六年可以說是國泰民安天下武士 也讓當時許許多多百姓 還文武百官就很慶幸 似乎這一位年輕的皇帝上來之後 這六年做得相當的不錯 但看起來好像就是一個守成皇帝對不對 其實不是啊 因為經過幾年的休養生息 朝廷沒有大事之後 這時候他也不到30歲了各位 我們就看這一位年輕的皇帝 開始大顯身手 把唐朝他父親爭官自治的基業 竟然推到了一個讓大家沒有想到的一個高峰 可以這樣說 對於說當時唐朝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大家還記得我們之前 不管在蕭文帝或者唐太宗都提到 最強者就莫過於突厥啦 那突厥在隨代的時候先分裂成東西突厥 進入唐代之後呢 到太宗朝的時候呢 就把東突厥給減滅了 但是當時西突厥還是非常的強大 而且不斷在騷擾唐朝的西邊的邊境 尤其是西域地帶 因為我們剛才提到說 太宗朝的後期已經把西域給拿下來 但是並不能很牢固的控制 這也構成了唐朝一個非常風險的問題 就是說國境難以安 而且東邊還有另外一個強敵啊 叫高溝里啊 所以東西兩個夾子就把唐高中 剛開始永恢時期的唐帝國呢 給夾著非常的頭疼 但是剛才西域像有提到 延續的太宗晚年蕭龜潮水嘛 最主要有幾個點啊 就太宗晚年出現一個狀況 第一個黨征開始出現 主要一些老臣凋謝新的要上來 那另外就是之前呢 太子之爭其實也傷了不少和氣 包括有些人還被消除光明 例如說很有名的魏征 因為魏征是太子黨的 他是李前誠的老師嘛 所以其實當時內部呢 並不是一個安定的狀況 所以永恢這次主要就是休息 但休息夠了該出發了 學長那接下來面對在西邊 鬧動不安的西突厥呢 李治右達出了什麼樣的對策 唐太宗時代對外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征服了東突厥 征服東突厥基本上就安定了 末南末北啦 我們可以這樣子講 就今天的內外蒙古地區 但是這並不代表突厥人的影響結束 因為其實西突厥從疆域上 從他統帥的影響的範圍上面來看的話 西突厥實際上比東突厥還要強大 而且最重要一點是 他離中國的距離又更遠 所以他對中國進行一些騷擾的時候 中國想要有所反應 反而是更加的困難 所以西突厥就成為 從唐太宗晚年之後 一個無法解決的強敵 唐太宗晚年的時候其實想要對付西突厥 雙方已經開始有一些摩擦了 不過唐太宗晚年 一開始是想要把朝鮮半島上大換 高溝敵王國把他解決掉 不過唐太宗親徵高溝敵 也不能算失敗 但是不成功 沒有辦法把高溝敵擊潰 以至即位之後 經過幾年的修養升級 實力終於強大了 唐朝可以重新來對付這兩個敵人了 首先我們先來看西突厥 西突厥是在水朝末年的時候 我們知道因為隨文帝的離間政策 所以導致突厥就分成東西兩部 這個西突厥吸起天山 東到離海 就是今天的新疆 當時新疆西域各國 一開始的時候也都是 西突厥的附庸國 但我們知道後來唐太宗到晚年的時候 對西域有傭兵 滅了樓蘭這些國家 然後東到離海 可以說今天整個中亞地區 一直到西亞這一帶 都是他的勢力範圍 可以說非常強大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今天研究突厥史 關於西突厥的部分 就不只是中國的史料 各位知道嗎 這個西突厥在歷史上跟 波斯的薩商王朝 跟東羅馬帝國 通通是死敵 都打過很激烈很長期的戰爭 所以我們可以看他剛好在歐亞大陸的 新藏地帶 所以他跟幾個重要的古文明 中國的唐朝 東歐的東羅馬帝國 以及中東波斯灣這邊的 波斯撒商都有很強烈的互動 所以我可以告訴各位 我們今天研究西突厥的時候 能用的史料非常多 還有波斯文希臘文 那中國關於西突厥內部的政治狀況 也有相當多的記載 西突厥的政治體制 基本上跟東突厥大同小異 基本上他就是一種草原封建制度 由各部落大家形成一個草原聯盟 但是還是有些不一樣 為什麼呢 西突厥比起東突厥 他的中央集權的程度有所進步 西突厥有一個專門的官員的名稱 叫做閻洪達 什麼是閻洪達 類似我們今天講的宰相這樣的位置 專門評論國政 專門幫西突厥的大可汗 向各部的小可汗下達命令 所有的朝共的稅收 共品也都有閻洪達 來負責分配 所以這有點像我們今天講的宰相 所以西突厥一定程度上 比起東突厥 他已經有了官僚體系的存在 西突厥和國底下的總共分為所謂的實踐 就是十個部落 那十艦又分 左五艦又五艦 根據我們今天西方人的考證 大概每一艦約統領四到八萬人 就是可以作戰的 如果是這樣我們就算五萬人好了 那也就是說他十艦 這個部落可以出五十萬大軍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部落 然後他活動範圍又大 然後他跟東羅馬帝國 還有薩山王朝交戰的時間 其實比跟中國交戰時間更早 因為我們知道唐太宗的時候 大部分都把精神擺在東突厥 跟後來的朝鮮問題上 比較沒有在管西突厥 所以一開始在鋪躺之後 西突厥大部分都在跟歐洲歷史上 或者說中東史上的國家交戰 大概要到了這個唐太宗晚年 因為西域問題 當時長朝想要把中國的力量 重新升到西域之間 才開始跟西突厥有了比較多的接觸 所以雙方的關係才慢慢又開始緊張起來 基本上當時西域國家當中 到了唐高中即位的時候 高昌國 燕齊國 鳩池國 魚田國 蘇勒國 各位你不要小看這些國家 我們這樣講過去 這些國家比起漢朝的時候 西域國家的統治範圍都要大 至少他們統治範圍 都比今天臺灣還要大 已經是個中型以上的國家 都沈浮於西突厥 這也嚴重阻礙到唐朝跟中亞各國的交通 當時西突厥的可汗 阿史納賀魯 在唐太宗去世之後 他就覺得有機可乘 就在唐太宗去世的第二年的7月 發兵攻打唐朝的廷州 廷州就是今天新疆的吉穆薩爾 等於是公開的挑戰唐朝在西域的領土 各位請注意唐朝對西域的統治 已經不是像漢朝基尼政策而已 他是直接社官管理 而且跟內地無異 唐高中理智的 為了要保住中國在西部的領土 就派兵去抵禦西突厥的入侵 一開始派的將軍叫做梁建芳 跟另外一位叫氣壁合力 這是一個氣丹人 這讓中國一開始還失利了 所以使得唐朝在西域這邊 是有所損失 後來到了655年 唐高中的時候 又派了陳之傑跟王文杜等人 陳之傑就是大名鼎鼎的陳咬金 去平定阿史納賀魯的叛亂 但是也不是那麼樣的成功 一直到後來又過了兩年 657年派遣蘇定方 升任為行軍大總管 這蘇定方是唐高中時代 非常重要的一位將軍 才開始對西域採取更加積極的作用 顯慶二年657年 唐高中南北兩路派兵 超過10萬的部隊 從長安出發 另外也要求西域各國要出兵協助 唐與西域各國的聯軍在657年 就是顯慶二年這一年 總兵力超過15萬人 這是對西圖爵發動一次 可以說滅國性的攻擊 想要一戰就把西圖爵問題完全搞定 北路就由蘇定方負責 南路由阿史納米瑟跟另外一位將軍 阿史納布征 其實這兩個姓阿史納都是東突厥後代 東突厥王族啊 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突厥王族就是阿史納士 你只有姓阿史納士 你才能成為突厥可汗 這個概念後來由誰繼承大家知道 蒙古人你不是黃金家族抱歉 你也不能當 有沒有有點像漢人王朝一點的味道 這也是突厥王朝很重要的一個變化啦 他們已經有著強烈的王族這種觀念 非劉勢而望者天下共機制 非阿史納而可汗者天下共機制 這兩人阿史納米瑟跟著阿史納布征 他們都是東突厥王族 沒錯 其實這邊也酷顯一件 就是中國主要王朝都一樣 四個字以一致一啊 就是用已經降服的外族人 跟中原王朝的軍隊合作 因為我剛剛講到還爭調西域各國 也必須要出兵 所以總軍力超過15萬啊 當時的新突厥薩波羅根 也大概有10萬部隊 雙方就在今天的新疆的 爾濟斯河這一帶 比利和谷 對沒錯 當時因為唐軍分南北兩支 在北支這一邊 蘇定方的部隊就遭遇到突厥的主力 雙方就在這裡展開激烈的戰鬥 這個戰鬥在知識通見 新舊唐書當中都有記載 蘇定方的部隊士氣旺盛 連續三次擊潰 對突厥祭兵的衝鋒 主要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長弓部隊 各位弓箭 打破突厥的祭兵 殺數萬人 俘虜數萬人 當時去打西域的時候 有一部分突厥的附庸部隊 是跟著唐朝 又一些是跟著突厥的 對 這些國家也是看風向的 看突厥兵大敗 紛紛在陣前倒戈 倒向蘇定方 就導致西途爵這一仗 一句話叫兵敗如山倒 雖然說開始下大雪天氣不好 蘇定方立刻向西追擊 又在金牙山 就今天中亞的塔神甘這個地方 再度捕捉到了西途爵的主力 又展開第二次會戰 各位就追擊距離相當長 你從伊犁到塔神甘 各位自己去看一下 地圖就知道 對 第二度大敗大伯羅可汗 俘虜數萬人 薩伯羅本身就差一點點被抓走 錦翼是唐書記 唐書記來他單忌逃亡 自己騎媽跑掉了 蘇定方徹底擊潰了西途爵 然後也把沙伯羅可汗 這幾年所有掳掠的牲略 奴隸 各位你看當時途爵還有奴隸之 抓了西域各國的百姓當奴隸 全部歸還給西域各國 另外蘇定方還派了他的部將 蕭四葉 先講一下蕭四葉是藍陵蕭四 他是南方的 他是南朝良的王室後代 蕭四葉帶領部隊繼續向西追擊 沙伯羅一路逃到了十國 各位十國在哪裡 十國就是歷史上的朝五九姓之一 素特人 對 素特人國家 因為在今天的土庫曼 烏茲別克這一代 後來沙伯羅逃到十國 十國把沙伯羅抓起來 交還給唐朝 西途爵漢國就到此宣告滅亡 唐朝就在西途爵統治的地區 設了兩個都戶府 一個叫昆林都戶府 一個叫蒙池都戶府 不過後來昆林跟蒙池都戶府 也是幾度分和 一般來講我們習慣就稱呼叫安息都戶府 安息都戶府的建立就代表 唐朝在中亞的霸業宣告建立 一直到達羅斯戰役之前 基本上中亞地區就是由大唐所控制 各位這代表一件事 大唐文明深入到亞洲腹地 唐朝從中國的唐朝成為世界的唐朝 就是在這一戰之後宣告確立 這叫做真正的天可汗 對沒錯 以前歷史課本會出現這張圖 天可汗體系 那真正的天可汗體系 其實達到巔峰就是由李治 也就是唐高宗所創建的 也就是滅西途爵之戰 這邊補充幾個細節 首先第一個東西途爵 本身恩怨情仇盛寡 其實當時突爵漢國就是由 阿史納斯的一對兄弟所建立的 後來弟弟就往西再打 成了西途爵 那東途爵就是哥哥的後代 所以這兩個其實他們都是親戚 所以知道途爵要去哪 他通通知道 第二個講到西途爵所謂的石劍部落 石劍部落其實就是石信 就是十個部族 一個人靈五個 就是他們的主要構成 那西途爵一直有一個問題 跟東途爵比較不一樣 就是西途爵雖然中央集權更高 但是內部的紛爵也更多 因為他所統治的地域更複雜 跟東途爵不一樣 東途爵他的統治性還是比較高一點的 他的民族更多啦 因為他在中亞這邊 比如說剛才講對蘇帝帕聯軍的時候 那裡面朝五九夕 就我們講蘇特人 他們是模擬教徒 但是後來被回合人才改姓回教的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中亞這邊 有很多突爵國家 剛才學長有提到 土庫曼 烏茲別克 另外還有像是吉爾吉斯 這幾個國家 他們為什麼後來變突厥人呢 其實他們本來是術特人 被突厥人給同化了 被突厥化了 對 是這樣來的 那第三個我們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就是當年蘇定芳 跟阿什丹布甄 其實就是以蘇定芳做行營大總管 什麼是行營大總管呢 其實就總帥 翻作今天的說法 叫做戰前總司令 對 可以選擇總司令 那他幾個點 第一個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Y字型的進軍部 那一邊是從新疆這側來 另外是從蒙古北疆這邊下來的 那當他們打到金牙山 為什麼會在金牙山大戰呢 因為金牙山再翻過去 就到歲月城 這裡有一個大詩人 就在這邊誕生 誰啊 就是李白啊 這是伊塞克福 沒有這一帳就沒有李白啦 我可以這樣講 告訴大家今天歲月城 在中國領土之外 所以有些人就說 李白是外國人 不對不對 李白出生的時候 這個地方妥妥屬於中國 是中國領土 對 所以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報告 就是沒有什麼自古以來 不可分割一部分 雖然有一點政治不正確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確實當時你的國家是新盛 就是會擴展到這邊 而且牢牢掌控著歲月城 很久的一段時間 很現實的說法嘛 但是這是事實啦 稍微講一下 蘇定方在傳統的戲劇當中 都是奸臣 是個大白臉 對不對 是個壞蛋 因為傳統戲劇裡面 都把蘇定方描繪成 陷害另外一位 唐朝名將缺仁貴的 這樣一個大奸臣 事實上蘇定方戰功標柄 比起太宗朝的李靖 後來我們待會會講到的李靖 等人來比的話是毫不遜色 其實他是非常傑出的一位將軍 我們必須要講這件事 他的厲害的地方是 西邊能打東邊也能打 是的沒錯 大家看我們這張蘇定方的圖 是結什麼 這是韓國電視劇啊 韓國人對他心中也是恨得牙癢癢 恨之入骨肯定的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稀土決之意 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因為真的非常的遙遠 所以後來的安息大戶府 就因此而成立 所以大家可以 有沒有看到安息大戶府當中 他很大的一部分構成 就是在今天的耶塞克湖 就是歲月城這一帶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李白 他的家族當時在這邊任官 經商任官什麼 因為當時這邊是非常欣賞 那還有一點要做一個背景補充 就是不管是東西突厥活躍這個年代 因為全球是比較溫暖的 所以草原的水草很豐美 這時候中亞氣候跟這時候完全不一樣 對 所以他們所佔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現在綠洲帶 那就已經是濃耕帶 那現在的半沙漠地帶 在當時是好的潮場 所以突厥人跟匈奴人 還有一個差異就是來去無中 什麼時候都能來打你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一定要等到秋高馬肥 當然秋高馬肥是最好 另外就是突厥人已經發展出文字系統 當然他們文字的系統 據說也跟像素特文 或者是從西亞這些文字系統 相互影響 但是他確實自創了一套文字體系 而這套文字體系讓突厥人的文化 讓他們的官僚體系更加的精進 這也是為什麼突厥人這麼難產 而且那麼強大的 其中一個原因之一 那也是為什麼今天中亞各國奇館 很多人就說就從血統上 突厥人有這麼多嗎 事實上是沒有 但是不管是素特人 或者是波斯語系的 很多都被突厥人給同化 這個是部分給大家做個補充 那像打完西邊之後 那接下來要講講東邊的故事 這更難產的一個國家 高溝梨 我告訴各位高溝梨在整個中國 或是整個東北亞的歷史發展上 都是很特別的一個國家 我們先稍微講一下 高溝梨這個國家的興起 簡單說高溝梨 我們知道在漢代的時候 因為漢武帝征伐 魏式朝鮮說設了所謂的安東四郡 就是征翻臨屯 熱浪旋途設四個郡之後 曾經一度大半個 朝鮮半島都是中國的領土 可是這個情況大概到了 西漢末年就逐漸發生一些狀況 西漢末年當時歷史上的 浮渝國的一個王子叫朱蒙 他就號召前高嶺 或者說前朝鮮王國境內各部 就開始起來反抗漢朝的統治 我們知道從西漢中後期之後 一方面國勢逐漸的衰弱 二方面當時漢朝主要把 注意力大部分都擺在西域 對東北亞的經營 就沒有那麼樣用心 在朱蒙後面的幾代 逐漸一點一點步步蠶食 到了東漢之後 高溝梨的勢力還在逐漸的擴張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不斷的戰亂 尤其中原不斷有新的王朝 要不就分裂 要不就統一 所以對東北遼東半島這一代的經營 就沒有像過去一樣 那麼樣的注意了 所以高溝梨就在這兩三百年的世界裡面 逐漸的將遼東半島全部併入版圖 各位看現在畫面上這個圖書 魏晉南北朝在戰國時代的燕國 就是中國的領土對不對 這時候已經變成高溝梨的版圖 並且一路向北擴張 逐漸的將整個松花江流域 跟圖門江流域的 古代的墨河民族 就後來女真人的祖先 逐漸都降伏或者是征服 各位你看一下他的版圖 變成當時東北亞第一大國 他的版圖相當遼闊 大概是今天中國大陸的遼寧省 再加上一部分的吉林省 如果我們用今天的標準來講的話 大概70%以上的領土 都在今天中國境內 要遼江北岸對不對 所以說他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邊疆政權 當然也是OK的啦 不過在韓國的歷史 或是在朝鮮歷史上 認為他是朝鮮歷史上一個強盛的王朝 這個時期把它稱為前三國時期 對沒錯 另外就是半島上還有兩個國家 一個就是我們看到的新羅國 另外還有一個小國家 在南部的百計國 就是歷史上的前三國時期 韓國歷史有一本很重要的書 叫三國史記 我們都還以為是三國演義對不對 我們以為是衛所屋啊 對對對 人家是高高離新羅跟百計 我們知道水朝為什麼會亡國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三增高離失敗 各位水朝在三增高離 根據中國政治記載 報銷了100萬的部隊 各位水朝的整個國力全部打空了 打到最後全國一片叛變了 水朝把高高離失敗 而亡國 你就可以知道高高離當時 氣焰何等之強盛 到了唐太宗時期 因為高高離內部有一個強人崛起 叫做淵閣蘇文 因為蘇文殺掉了舊的高高離王 然後他立了一個新王 並且控制了高高離的國政 還勾結了白濟國 像另外一個對中國比較公順的新羅國 發動軍事攻擊 唐太宗多次制止無效 按照中國的標準 尖閣蘇文就是標準的亂成賊子 對不對 朝鮮高高離的朝操 我可以這樣講 當然唐太宗徵伐高高離 有時候他的戰略用意 是主要為了安定中國的東北邊界 高高離實在是擴張的不像話 太厲害了 就發動了對高高離的戰爭 各位唐太宗李世民一生沒有打過敗仗 只要他親自率兵的都能獲勝 在對高高離這一仗 十幾萬的唐軍 竟然沒有辦法把高高離完全擊敗 雖然說收復了大部分的遙東半島 但是在安四成碰到了高高離的名將 楊萬春的頑強抵抗 最後因為冬天來底 這個仗打不下去了 只好撤退 這個楊萬春我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當然今天都稱他楊萬春 不過在正式上 叫韓劇的劇子好了 對 安四成成主 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去考證一下他的真名 據中國這邊的資料記載 最早是在唐書自傳 就叫隨唐演義 開始出現楊萬春這個名字 但是現代人一般就真的把他寫作楊萬春 不過他的正式的身分是安四成的成主 這邊也要補充一個就是高高離 他還是屬於一個半封建的狀況 所以他這些成主有不少就是地方的豪強 然後要按時向高高離中央納稅 所以這個部分要大家瞭解一下 但是這個楊萬春 在後來變成韓國的民族英雄 拍了很多韓國電影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引用劇照 叫做《浴血圍城88天》 由韓國明星趙影城所飾演 那這類的影視在韓國真的是多不勝數 另外當然剛才冤蓋蘇文 也是常常在韓國影視劇裡面 很常出現的一個角色 對沒錯 在安四成下竟然頓兵於此 無法攻下安四成 所以唐軍只好撤退 這是唐太宗這一生少見的一次挫敗 所以唐太宗走的路上還很難過 說如果魏徵還活著 一定會阻止我打這一仗 從這個一個側面我們可以了解 當時高高離的強盛 隋陽帝唐太宗兩代中國皇帝 都拿他沒有辦法 不過到了已至唐高中即位之後 各位就完完全全用了新的戰略 新的方法 而對付這個東北強敵的戰略跟方法 就是由這一位一向被認為 文弱而且沒有作為的皇帝 唐高中理智新制所策定的 我們可以這樣講 是唐高中理智如何來挫敗 害著水朝滅亡的祖嬰 另外還有太宗仁稱 一生未嘗一敗 但是頓兵於此 讓太宗遺憾終身的高高離 冤蓋書文到底是怎麼樣 被李智給打敗著呢 很精彩的 這個我們要下一講 才能跟大家來分享 不過到這邊我們倒是有一件事 可以先終結了一下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講到現在 有一個關鍵的女人都還沒有登場 明明他應該是主角的 就是武則天就叫武照 這一點很有意思 我們後講會講講 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們有一個要評價就是說 李智唐高中真的不行嗎 還是他就是這麼弱 就今天的史料 我們來看個兩個 今天記載唐朝最重要兩本證實 一本是舊唐書 另外一本是新唐書 舊唐書是由後進劉許所寫的 他在高中記下 就第五卷的地方 這就講了很多 當中來說史承約 大帝枉在凡楚 見稱長者 他講了很多 他重點在這裡 他講到 古所謂一國為一人心 前賢而後餘廢 信以哉 什麼意思呢 他說以前古人所講 一個國家是一個人可以興起 以前是比較閒人 後面就很廢 又笨又廢 看到高中真的是這樣 為什麼 大家看第二段這裡 或賣胡之寧言 中公被讀 聽肇師之誤說 援救賢冤 誰呢 掌孫無忌 都含冤而死 怎麼會這樣呢 中良是邪奸 奸命餘焉得志 中良反而被秉走了 奸命反而就得志 最重要是什麼 中赦為虛 就是說很多李氏子會被屠殺 這當然講的是後來武則天 上位之後對李氏子孫的屠殺 那再來這個死臣就戰約說 借文弘業 錦保漁府 就說你看你老爹 他留這麼大的帝國給你 你就只有能夠保全 哎呀 這個叫自運禍胎 邦家整促 就是說李治這個就是不行 對他有所貶義 那另外一段呢 出自新唐書 那講的就更直白了 新唐書的是北宋的時候 歐陽修跟宋琦所修 在第三卷高中記這邊講到 以太宗之名 媚於之子 他說太宗這麼賢明的人 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 費力之際 對不能自覺 足用昏童 高中是昏童 這怎麼可以用這麼擁備 那高中溺愛任喜 不戒屢霜之劍 而獨留天下一獲邦家 甚至罵高中是一個 獨留天下一獲邦家 導致中士被罰害 你看第一句 武士之亂 唐之中士罰害 其賢士大夫 不明者師之八九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在舊的史觀裡面 還有包括其實現代 不少的歷史學家 還依然認為 高中真的是不行 學長這樣子的批判 要嘛是婚童 要嘛是餘廢 就沒有一個好說詞 你怎麼看到底 高中的評價呢 其實我們客觀說 為什麼從宋代之後的 傳統史家 對高中的評價不高 有兩個重要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後來 因為他取了武哲天 因為武哲天是他父親的妻妾嘛 我們知道唐朝受風影響很大 這種嫁給自己的兄弟 或者是嫁給自己的公公 這種事情 後來還有發生啊 比如說楊玉環 不就嫁給了他自己的公公 等於是這樣子 這個情況在唐朝其實並不算少見 可是到了宋代之後 我們到中國文化又重新走向的 漢人跟儒學的本位制度裡面去了 所以就覺得這樣是有 不亂父子 夫婦的倫常嘛 簡單說 所以對唐高中這種行為 他們就覺得沒有辦法接受 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家天下的觀念 因為我們知道後來 武後壯大之後 殺掉了很多李家人 包括武後的親生兒子 就唐高中的兒子 因為各種理由 把李家人都給殺掉 殺了一大堆 所以這件事情就給人感覺 你唐高中作為皇帝 你連你自己的家屬 你都無力保護 我們知道從宋代之後 修身其家治國平天下 你生不休 去搞老爸的女人 你家不齊 別人殺你的兒子 你無力保護 你還跟我講什麼 治國平天下 所以就常常這樣說 但是我們還是要根據史料來看 其實我們今天大概只講到 唐高中的一半 但基本上我們看 唐高中 到目前為止 他在整個國政的掌握上 以及對外局勢的理解上面 其實展現了非常高的政治才能 我們下一集會講到 他怎麼對付高溝底 你就可以知道 在戰略上 他比他爸爸更勝一籌 他爸爸幾乎是 當年隨陽帝的進軍路線 他爸再來一次 那同樣也攻不下來 可是李治卻能用一個 海上路上 聯合大包圍的這樣戰略 終於把強敵高溝底給征服 這個戰略是李治在長安制定的整個作戰的戰略 交由蘇定方 李基 柔人鬼這些將領去執行的 所以從政治才能跟他的戰略觀來看 李治絕對是一個被低估的皇帝 我們可以這樣講 是我想我們就論結果一點 他能滅西突厥已經超越了太中 太中只滅了東突厥 能平定高溝底 那也是超越了水陽帝跟唐太宗的存在 我們可以打下一個註解 因為大家都在看 在看什麼 你是不是真正的天克汗 你對付得了希徒爵嗎 你能夠執行天克汗的身份 讓東北的這一些藩國 他也聽你的話嗎 但高溝底就是不聽話 其實三個國家 高溝底百濟跟辛勒 都像唐朝朝共 但我就不甩你 你叫我別打辛勒 我就繼續打 那這個就是對天克汗秩序的挑戰 天克汗大家可以想像 他就是放大版的朝共體制 更加強大 他不僅只有朝共的義務 他還有維持國際秩序的義務 這個更重要 對 所以很多人都以為 天克汗第一任是唐太宗 但我認為唐高宗 是更強大的天克汗的存在 或說真天克汗 因為他不僅是北亞 東亞 他更是西亞 東亞 北亞 所以他有三大都護府 安西 安北跟安東 所以這樣的一個攻擊 我認為不能單單只用 傳統的禮法 去看待這個傳奇性的人物 而且他在位時間也很久 當然我們下一講還會再提到 他跟武則天 其實也有權力上的鬥法 他其實不是這麼的單純 這事情是很複雜的 看待一個歷史人物 我們應該要更多的 回到當時的歷史的背景跟情境 我們才能看得清楚 好 那我們今天後來座談 時間過得很快 又再到尾聲 我們今天非常精彩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 可以讓我們做得更好 也歡迎大家超級感謝 超級留言 或者線下的贊助 綠線 PayPal 微信 或者是郵局 有更多的糧草 可以讓我們做出更精彩的一期 好 那我們今天再次 謝謝王立本學長 謝謝 好 謝謝各位 好 那我們就下一期 再相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